嘿嘿嘿 我是隆隆 如果你喜欢我接下来的视频的话 请点个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知道你其实是喜欢这类型的视频 OK 如果你真的很想再讨论那一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留个言 欢迎你留言 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听说这题难倒了很多日本的网民 但也是听说也有人 5到5秒就可以做出来 事实上我们其实学过代数 我们其实也是 5秒钟可以做出来 我等一下 做给看 OK 那么 其实这题只是代数的题目 很简单的代数的题目 只是换成图片 然后就会难倒很多很多的网民 其实根本就不难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这题如果把它换回成 换成代数的形式 解连力方程式的形式 其实就是 一个三元一字的方程式 比方说我把兔子当成是 X 把狗当成是 Z 然后其实就是 X加 Z 等于20 也就是第2条方程式 第3条方程式 分别就是什么呢 呃 呃 狗其实是 Z嘛 对吗 然后 哦对 猫是Y 然后狗是 Z 所以 答案其实就是24 这样题目到底在问的是什么呢 X加Y加Z 等于 多少 这题真的很难吗 其实并不难哦 5秒钟真的可以做得出来 怎么做 你把第1条方程式 第2条方程式 第3条方程式 所以说一定要把 XYZ 给一个一个解出来 不用 你只要把这3条方程式 全部加起来 其实多少个X 其实不就是 2X吗 加上2Y 两个Y嘛 再加上是 两个Z 其实就等于多少呢 10加20再加24 不就是54吗 那么在全式去除以 左式又是个共同除以2 不就是 X加Y加Z 等于 27吗 有什么难啊 5秒钟 谁都做得出啊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按个赞哦 我们一起来把数学的观念 给它提升起来 OK 这题根本就不难 谢谢大家